徐主任 吃饭呢 徐大婶吧 你谁啊 有私情吗 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 你要是不还给我爸的工资 我就上你们家吃饭了 正好 往那边挠点皮 阿姨让他点皮 还有白膜呢 徐主任 你看你这当官的就是不一样 你家里还有细粮吃 就我们家呀 上顿粗粮下顿粗粮 现在干脆断顿了 干脆多了 没有想到陈其中家里的这个儿媳妇 还会到这里来哭穷我 我告诉你啊 这个细粮呢 是国家按照比例分配的 我们家有 你们家肯定会有的 徐主任 你家就不知道了 我们家呀 那粮食不够吃 我早就把这细粮 拿到旗上去换粗粮了 哪有细粮吃 这看着我干啥呀 吃啊 这多好吃 吃啊 崔花慢走啊 再来啊 你放心吧 我爸的钱还没拿到呢 没拿到之前啊 我天天来 好 这这这什么人呢这是 算了算了 你全当一个笑话看不就行了吗 当笑话 你笑得出来吗 嘿嘿嘿 就这么一个白馒头 连三个孩子我都舍不得给 就想留给你吃的 叫他一把抢去了 哪有这么厚脸皮的女人呢 哎呀 你不知道 他是来跟我要钱的 哎呦老徐我求你了 你赶紧把钱给他 别叫他再上咱家了行吗 我受不了 你说得到轻巧 上头没有政策 我上哪里去给他搞钱啊 行了 他来不了几回了 怎么 你想一想 陈其中在家里躺着 一会儿要拉 一会儿要尿尿 离不开人的 叫他来好了 来过了几回 自己觉得没有意思 就不来了 说实了 哎呦妈 爸 你们是没看见 我去拿那白馒的时候 他老婆那张脸 呸 活该 谁让他不给咱钱呢 那白馒给他吃了 哎呦爸 妈 半个月没吃白馒了 真好吃 翠花 再别去了 这像什么样子啊 为啥呀 哦 他不给咱钱 他为啥不怕丢人啊 妈 你就是太要面子了 那有句话咋说来着 只要面子活受罪 我才不会为了面子 让人欺负呢 对 回头我还去 如果还有白馒的话 我就拿回来让你跟爸吃 别别别 翠花 别闹了 干啥呀妈 这事你别管了啊 你交给我吧 我说小张啊 这两天上级要来检查工作 今天还没有什么动静 你通知一些各班 马上把这个大字报的标语 全部给他改一改 改成反击右侵犯案封的 通知一些各班 多贴一些 能贴的地方尽量多贴 好 知道 徐主任 你找我 我刚才说的你记住了吗 记住了 去吧 你找我 我说丁老师啊 你们家是怎么搞的 你家那个儿媳妇到我家里来 完全是无理取闹啊 是是 对不起了徐主任 她是一个农村人 不懂什么道理 你们家里不应该啊 你们家老陈虽然历史的问题查清楚了 但是大帽子还是在无产阶级造反派的手里头 想什么时候扣 什么时候就扣上 历史不清的帽子扣不上了 但是给你扣上一个反动的自产阶级学术权威 行不行啊 行行 不 徐主任 都是我们的错 我回去就教育她 你能教育她了 好 这个 有点难 我看你也不是她的对手 这样子吧 我跟你说个主意 看什么呢 你说看人呗 那女的不会来的吧 不是跟你说过了嘛 不会来了 她家里离不开人的 就这两个白馒头都没敢往上拿 来 来 来 坐 来 来 这边呢 正吃着呢 干什么 哎呀 昨天一个我 今天俩 干什么 我带回家去 公公一个婆婆一个 我们就这两个白馒头 你坐下坐下坐下 发什么火吗 你看你把孩子都吓到了 是 给她吃给她吃 乡下人嘛 是不是 别说吃白馒头了 平时看都看不见的 哎 徐主任 你这话说的可有问题了啊 你这是瞧不起劳动人民 瞧不起劳下中农啊 翠花 我又没说什么哟 啊 好 吃吧吃吧 哎 哎 老他妈 加一双筷子呀 我们在家里请劳下中农吃饭 这是件好事情啊 翠花 翠花 赶快回家啊 你爸拉裤子了 我弄不动他 哎 我的馒头 真漂亮 我跟你说啊 老徐 他下次再来 我可拿棍子把他赶出去 你出去 我告诉你啊 坚决不可以啊 刚才我说错一句话 他要是记下来的话 写一张大字报给我贴出去 那可就麻烦了 那这样子吧 以后他要是再来啊 你恐怕还得再忍一忍 我还忍 怎么着 我还给他准备两个大白馒头 哎呀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以后家里要是有好吃的 你就先吃那个好吃的 知道吧 有白馒头的时候 你就先把白馒头吃掉 哎呀 如果你实在是舍不得 啊 你就把白馒头藏好 可不可以啊 爸 爸 爸 你爸没事 爸没事啊 没事 爸没事 你叫回来干啥呀 翠花 别闹了 没用的 咱忍了吧 妈 我早就说过了 咱不能夹着尾巴活 咱得翘着尾巴活 咱不能让人欺负 咱这辈子就活这一回 咱可不是生下来就让人欺负的 徐主任 来 来 徐主任 快来帮个忙 来来来来帮我忙 翠花你这是干什么 这是干什么呀 翠花 翠花 你这是干什么呀 徐主任 你不给我工资呢 我们是养不活我爸了 我爸现在呢 他没有历史问题 是个革命同志 所以你革委会 那不能不管我爸 我爸那就搁这 你帮我养着吧 对对对 我爸可能快尿了 你赶紧拿尿瓣给我爸接点尿 老徐 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想和你离婚 翠花 姑奶奶 有话好好说吗 你先把陈老师背回去 好不好 我告诉你 她的工资的问题 我就是砸锅卖铁 我也把它发下来 可以吗 妈 对不起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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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孩子 数了几遍了 妈 你看你这 你又捣乱 我今天又不知道数多少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情 你让我数数过过瘾呗 真是 我不在这儿数了 我上内午数去 什么你小猜人 其中 你听见了吗 扣你的工资啊 翠花居然都给你要回来了 自从你打成右派以后 什么时候听你这么笑过 我也是 多少年都没那么痛快了 这都多亏了翠花 这下 我可以 我可以 我 没眼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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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